我今天還特別整個薄荷藍 欸 薄荷綠 我想說因為這裡很Summer Summer 中間說我真的很好奇 家裡我想說超多人 可能就是因為我 沒有啦 好 大家晚安 今天呢是全聯的開箱之夜 然後這一次是開箱全聯的芒果季 其實我有點糾結要不要開芒果季 是因為我想說 哎呀 之前開箱的印象都不是很好 尤其是之前黑人牙膏 黑人牙膏的官方帳號有來留言 我內心想說 嗯…但是我的評語都不是很好 今天要來開箱全聯的芒果季 總共有1 2 3 4 5 6 7 8 8樣 首先呢 由於品項有點太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偏大 你們不覺得這一次的都超大啊 你看這個卷 這個聖滷路也很大一個 是想必是誰 首先呢 我們先來開箱芒果奶凍卷 它這個上面的配色是真的滿可愛的 打開之後就是一個 外面就是一般的海綿蛋糕 裡面這個看起來比較像是果凍跟奶油 雲潭說千千生活中的LOGO超可愛 是不是 哎唷 Rita說千千生活中根本跟你一樣很可愛 哎唷 你是… 那是… 你講的就是實在 我覺得它的那個蛋糕體吃起來啊 是比較濕潤的那一種 吃起來其實會有點黏牙齒的那一種 然後它中間的這個奶凍啊 有一點點像比較硬的慕斯耶 然後 它的那個芒果的味道比較偏香精味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耶 因為它吃完之後在你嘴巴裡面的那個 香精感其實還滿重的 欸 意涵 不行 反正我就是覺得惡靈的肉丸就是第一名 不服來戰 默默的想要打架 因為你聽說默默的說真的肉丸我也喜歡 啊 我真的肉丸 吃完了 奶凍卷 奶凍卷我覺得吃起來還好耶 669.2大卡 66大勝 四身平安 阿昌說熱量差不多一個炸雞腿便當 好像炸雞腿便當好吃 我寧願買炸雞腿便當 這個是芒果奶凱舒芙蕾 熱量是123.4乘以5 欸我沒有考驗一下 它的熱量真的是123.4大卡乘以5 大家可以算一下 奶凱舒芙蕾 嫩舒芙 我們來吃吃看究竟有多舒芙 喔 打開 喔 我喜歡這個 這個聞起來是自然的芒果味道 它其實看起來還滿可愛的耶 就是一層蓋子蓋上來 它很像是素顏耶 你可以再放一些裝飾品上去的那種感覺 喔 這個我不喜歡耶 這個蛋糕體 我其實還滿喜歡它的上面奶蓋的那個味道 因為它的芒果味道很淡 我覺得很剛好 中間這個是芒果醬 然後香度也非常的剛好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就是普通 它那個蛋糕體是滷過蛋糕 然後它的口感是一咬下去的時候 它會整個呼氣的那種你知道嗎 對 這個是比較沒有動力的動力沙 好 吃完了 這個我不喜歡 這個是芒果果樣塔 哇 打開看起來很厲害耶 這是滿可愛的 上面其實有幾個真實的芒果耶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裡面也是有乳酪的成分 芒果跟乳酪是搭的是不是 它的芒果醬的味道吃起來其實有一點點酸酸的 不是只有單純芒果甜 它還有一點點就是一般水果的那種酸酸的那種味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調味吃起來還滿爽脆的 然後它的芒果香精味其實香精感其實沒有到很重 就是不會有那種太重的夾夾味道 我覺得還滿剛好的 可是就是這個塔皮我就是不太喜歡 不過我覺得這個算 我覺得它算不難吃 就還OK 可以接受 Judy說為什麼沒有聲音 怎麼會沒有聲音 1 p.m. Welcome to today 有聲音嗎 吃完了 我覺得它的醬是有那種高級的味道 但是就是它的塔皮跟它的裡面的那個乳酪就 OK 對 我覺得你們一定懂我意思 我想一下 我先來吃個好了 芒果生乳酪 它的熱量是274.8千2 你們就是都3.8、3.9的真的是 好像這味道不太妙耶 但是我們做人呢 不能這樣子用看就覺得它不好吃了 我們要來吃吃看 Judy說50所我看過 但好像可以飽平安 我跟你講飽平安就是聽我唱的歌就可以了 謝謝啦 來給你們看一下 這顏色真的是滿可愛的 它很不好吃 不可以耶 這為什麼會味道是這樣子 它都是果凍的感覺 可是它一入口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你整個嘴巴 香精味道很重 你被one punch 可是這個punch呢 沒有到那麼的大力 中間下面跟最底層 它其實都沒有什麼味道 可是就是最重要是它上面這一層 很像芒果果凍的這個味道超重 很像是芒果罐頭 放很久的那種感覺 這是我目前的第一名耶 我說第一名不好吃 可是我現在看畫面 我這樣吃看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但它沒有很好吃喔 先跟大家說一下 它又是這個味道 然後跟上次的黑人牙膏 就是顏色很可怕的那一個 喔 那個 不好吃就算還超大一個的 好 吃完了 剛剛這個是芒果奶蓋舒芙蕾 這一個是芒果舒芙蕾 能舒芙喔 陳韻書被偏品耽誤的包裝骨汁 來open啦喔 open醬 我剛剛稍微刮了一下 被這個味道稍微疑惑了一下 但我們不能這樣子 我們要先冷靜 看搞不好 只是上面的醬不好吃 來來來 各位 它這個呢 跟剛剛那個奶蓋的舒芙蕾有點像 就是它上面有一層東西 不過就是芒果的慕斯的感覺 然後呢 中間就是有新鮮的芒果本人 下面就是蛋糕 舒芙蕾本人 來來來 欸不是 一樣都是舒芙蕾 為什麼剛剛那個舒芙蕾 好像呼吸的動力沙的感覺 這個舒芙蕾口感比較OK喔 OK 中間沒有東西 我覺得全點的芒果醬其實調的還滿好的耶 微微的帶有一點點酸的味道 而且是很自然的味道 然後 它把芒果原本就好吃 然後又讓它有加成的感覺 喔 這個舒芙蕾是舒芙的 但這個黃色的醬就不行了 你可以把上面這一整圈的黃色 鵝黃色給挖掉 然後再吃它的這個 這個醬 然後再配一口蛋糕 我覺得這個搭配是正常的 傳解說今天會有超過6分的甜點吧 有啊 我 吃完了 這個芒果舒芙蕾 就假如用129買菜我真的是不太願意 但是我覺得它是可以再加工的那個蛋糕 但因為它本身蛋糕體的味道已經很驚悚了 所以你再加其他東西上去 我覺得只是會就是驚悚 再加上美味它還是驚悚 芒果盆子 喔 它叫芒果盆子 我以為是芒果盒子 熱量是202.1大卡 欸 不是啦 只能1.1 等一下喔 先給你們看 上面就是真實的芒果 搞不好是我剛剛覺得好吃的芒果醬喔 然後中間黃黃的不知道是什麼 最下面有一層海綿的蛋糕 還OK 等我一下 我們稍等一下 我們比較冷靜耶 我們先吃芒果 芒果好吃 好啦 我覺得這個不差啦 就還可以接受 它那個芒果的香氣啊 就是它上面調的那個芒果醬啊 味道真的是調的還滿好的耶 真的是芒果自然本人的那種甜味跟酸味 然後再搭配上那個醬 其實我覺得它醬真的調的很好 而且它是放兩種芒果耶 這個是比較甜的那種芒果 然後比較淺色黃色就是帶有一點點酸的那種芒果的味道 好 吃完了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波士頓跟我們的申乳捲 我們申乳捲放最後吃 因為我本人呢 非常的喜歡申乳捲 你知道申乳捲這種東西 好吃的地方就在於 它的蛋糕體呢 吃起來很綿綿桑桑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奶油 希望它是好吃的申乳捲 我今天就靠你了 加油 接下來是芒果波士頓派耶 看到很不妙 看起來像是我覺得不好吃的那個果凍在裡面喔 欸 台灣水果真的很厲害 大家可以去多吃一下 這個裡面有兩塊波士頓派 配合說好乾的感覺 你如果覺得乾的時候 把我的影片打開來多看幾次 喔 那感覺就不一樣了 待會兒讓大家實溫一下 因為我本身就是水水這樣 這次然說我只認識牛頓 欸 你們這些人 海頓真的好吃啊 可以吃吃看 欸 我跟你說這個 看起來我就不喜歡 因為它剛剛的那個果凍 不是說它味道很可怕嗎 希望它的波士頓派裡面都是果凍 蛋糕體 然後這個應該是慕斯果凍 慕斯再加蛋糕體 欸 我覺得它的吃起來的味道 可是它這個醬 因為只有芒果沒有芒果本人 所以吃起來好像又還好一點點 它很像鳳梨罐頭 然後沒有鳳… 鳳梨罐頭沒有鳳梨的味道很奇怪 就是它吃起來的罐頭感很重 比起海頓我更愛莫扎特 然後余軒跟凱琴說 不是男士就是普通 怎麼會這樣子 我受傷 敲凶 好 吃完了這個呢 我覺得還好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四分 然後我的根深就是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對不起你們剛剛已經覺得這段莫名其妙 我只是想到那個 五燈醬 接下來呢 這個是芒果生乳捲109塊 它這個是用這種包裝 你知道這種包裝嗎 就是有點像是放卡片啊 或是相片框的那種 那種東西裝的 它好特別喔 上面放的這個 這個紙是長這樣子耶 這個生乳捲看起來似乎是不錯 有芒果本人 這應該是芒果本人了吧 是嗎 你是嗎 你告訴我 然後再來就是中間的奶油 再配上這整個蛋糕 喔 這個生乳捲看起來好像不錯喔 首先呢 我跟大家說一下 這中間的芒果非常的好吃 它的芒果的香氣跟甜味都非常的剛好 然後呢 它的蛋糕體非常的不行 因為它的蛋糕體呢 跟你印象中的生乳捲完全不一樣 它的蛋糕體乾到爆炸耶 可是我必須要說它的芒果真的好吃耶 這個耍牙好吃 我覺得每個人買到的蛋糕體的口感 搞不好真的是落差會滿大的喔 像剛剛其實也有人買到濕潤的 果然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所以我們要跟龜賢說的一樣 你要先失望就不會太失望了 Q 有人說我吃到的是 也是有點驚豔的感覺 我從頭吃到尾每一口都有芒果 它芒果是真的放很多 吃完了 今天總共開箱了全聯的芒果祭總共八樣 我個人覺得呢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喜歡嘗鮮的人的話 你可以買來試試看的是 在哪裡 在哪裡 芒果果樣塔 就是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再配上芒果的甜味 我覺得搭配起來非常的剛好 但是呢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就是它的那個塔 是我不喜歡吃的那種口感 我覺得它這一次的那個芒果祭啊 我覺得它有芒果 新鮮的芒果本人跟醬合在一起的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調得還滿OK的 可是我覺得它其實它的味道 那種香精味就有點太重了 你以為 今天就只有醬汁嗎 吃完我們感傷的芒果祭之後 通常這時候要幹嘛 那就是一定要吃炸物です 你看多麼療癒啊 你們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這隻雞的深淺 有沒有…這一層皮 所有的東西丟下去炸都真的超好吃 我是說可以炸的東西 你們不要丟一些奇怪的東西 我跟你講 你看所有的炸物都超好吃的 我的雞翅高手吃法又要來了 抓著這裡的兩隻嚼嚼 喔 我這樣好像螃蟹喔 欸 嗯 凱琴說那你雞翅留一個給我 當然不要啊 拜託 但… 不要 一層說炸香 欸 炸香醬不行啦 炸香醬昂對耶 用它那個肉汁嗎 可以給我一個冰塊加肥丹酷的水嗎 我要倒可樂療癒的聲音給大家聽聽 吃著炸雞配著可樂 這就是天堂啊 吃完了 對 今天吃東西也結束了 大家要睡覺趕快去睡一覺 那接下來就是我開箱 我的專輯的時間 首先呢就是我買專輯的時候呢 我就獲得了牛的海報 嗨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公告公告 麻煩大家開精英 不然喇叭 欸 我還沒有唱歌好不好 然後這是他們的新專輯 Super Junior的KRY 哇 原來韓國的CD 裡面居然是宛如寫真集耶 你們看是不是 Linnakan有看到嗎 裡面還有這個團體的小卡 後面就有全部的簽名 就是我本人呢 抽到的是這個潮酒鬼的卡片 這個其實全部都是日文的 說真的 我也是看不到啦 就是這樣 它裡面全部都是日文 角川啊 東飯啊 有出逼而出的 其實也可以找我 是你默默講 正輝說今天初級寫真我買十分 欸 目前可能比較沒辦法 你真的會肌肉多一點 欸不對耶 但我沒有要出端子 可能真的耶 祝大家肉粽加節愉快 大家晚安 拜拜 再見 再見